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崔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上个礼拜我们聊到澳洲的香港跟大陆学生发生了冲突 我们拿出了一张照片 这一张 结果呢 错 这不是在澳洲 这地点在香港的街头 那为什么我们会发生错误呢 因为当时我们引用的照片来自于平面媒体 当时他们登的就是这张照片 但你点进去里面 还有著名小小的字 说是资料照片 但我们那时候节目就直接把它截图 就在节目当中播出了 结果后来呢 我们也立刻做了简介的修正 在此先跟大家致歉做个更正 那这个礼拜我们的新闻重点包括了 香港此时此刻真的是风声鹤唳 831大游行爆发全面的冲突 很多人认为是到了临界点 而混乱之际 美国的军方动作频频 包括了在台海 在南海都有行动 另外南美洲的Amazon大火 居然也扯上了美中贸易战吗 都把错要归给中国大陆吗 怎么会这样的说法呢 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包括了政治大学国关中心 美欧所的研究员 严正生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进党地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国安反抗特营专家李天夺 永浩大家好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节目的录影时间 在礼拜六的下午两点多 所以在香港的情势发展 会不断有新的很多状况出现 所以到了晚上 节目正式播出的时候呢 中间可能会有些资讯上面 一些新的出现 请大家特别留意 不过我们就我们节目这个时间 录影的截止点 跟他来做很多相关的事情的剖析 为什么在开头的时候刚刚讲到 现在是香港的爆发到了临界点的状况 因为831这个日子很特别 等一下我们好好来做叙述 但是在831之前发生了许多事情 像是在昨天的深夜 香港的警察下了班 下了班之后在路上 被三个黑衣人砍到伤及见骨 这个事情很多人说 会引爆更多港警的集体情绪 另外还有对于今天下午 本来要举行的831 一大游行 后来民政方面呢 所以因为没有得到警方的 正式的许可 所以民政方面是取消了游行 但很多民众依旧是 在用网络的社群集结之后 依旧是上了街头 下午的发展包括了 用宗教祈福的方式 他们在街上做了集会 警方同样是举牌 说这是违法 而且很多人在网络上面 看到这样一篇报道 这篇留言 说这是一个香港反送中 前线队伍的一个成员的死见 他用死见这两个字代表说 他誓死如归 特别写到几段字 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后天的太阳 但他知道 至少有很多人关心香港 这是可能他最后一次的 留话在网络上面了 因为包括了他知道的几个小队 都准备了要冲击中联办的办公室 而且做了汽油弹 而他说如果汽油弹真的丢出去的话 那势必会遭到实弹射击的镇压 到时候会发生屠杀的场面 这是在网络上出现的死见 所以有人说香港抗争 831这一天非常的重要 那我就先请到三位来宾 先举个全操牌 因为事态还在不断地演进当中 但就我们目前所有的资讯 你认为在未来一两天 香港会不会出大事 为什么 三位完全在事迁 不知道我们会取这样的牌 都认为不会 老师我们每个来宾都解暖说一下 你认为不会的原因好不好 我认为当然就是说 香港现在的状况都是零星的在 就是等于是遍地开花的一个情况 所以既然没有一个coordinated effort 就是没有在全面来动的话 大概就是警方回应也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不至于说好像已经出面 要回应一个大规模全面 所以你认为冲突都是零星的散状 好维远你认为呢 我觉得因为所有的讯息事先都知道嘛 所以该有的准备应该都准备了 最危险的是不知道的讯息才危险 对没有错 已经曝光了认为就还ok 而且我觉得因为对比较激进的团体 我觉得大概都已经做了监控 天多哥你认为会不会不会的原因 基本上这一周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事情 因为 从他所有的动作来看 从断军流到甚至于解放军 轮替这种事情都公开宣示的状况下 那我也听讲了 他不仅公安部长 连国安部长都在深蹲作证 好 这一部分等一下进一步再来给你救教 但是因为现在香港此时 为什么会说风声鹤唳 除了像这样死舰准备的汽油弹 要去攻击中联办的讯息呢 不断的流窜之外 在网络上面也有很多的讯息是 不断加深的撕裂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对立 包括什么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特别下强调 就是这都是网络上面抓下来的资讯 而这些资讯呢 在网络上流窜都引发了非常多人的 不管是回想也好 或者是讨论的热度也好 我们好比说来看这一张 他说我们是一群善良的香港市民 而我们是在民的地方 但是暴乱分子可以隐藏身份 借用各种技术的优势 然后来欺凌善良的市民 他们决定要以眼还眼 这一篇文章特别讲说 他们手上握有数千名 前线参与暴乱的人士的 真实的姓名照片 住址工作地点等等 他们要揭露 揭露就是让大家看着办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地方 当然他们对于这些黑衣人 是用暴乱分子的方式来指称 但相对的 也有人认为这些是争取 民主的自由斗士 另外一方面有相反立场的人 把港警 他们的住家姓名弟子跟孩子 念书的学校也都公布 也同样是大家看着办 等于是鼓吹让民众自己去 把这些人相关的工作地址 全部都曝光之后 你们就敢去对杠吧 韋雨你看现在香港的社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跟港警 是相关的一些人 因为港警有一些家庭的相关人物被曝光嘛 那在网路上 结果他们小朋友在学校被霸凌 我觉得他们当然心里有气啦 因为事实上那些设备 这我们天酌哥比较知道啦 比如说你即使是弄上黑色的蒙面 那警方还是有设备可以看穿你的脸 所以他们手上应该有一些资讯 那事实上我们也在网路上看到一些被曝光的脸 那事实上他是戴着蒙面口罩 可是他还是看到你的脸 我想问题的重点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所有的社会上面的运动 是针对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一个议题 但香港这次演到目前演绎到目前的一个状况是 变成执法的单位的港警跟一般民众之间的对立了 去公布互相的一些各自的状况 所以 我们知道民进党也是街头运动出来的 运动什么不一样 本来那个自然单位就一定会有一些线索 那不然他怎么破案呢 对不对 所以 比如说他破了一个案 可能他手上有五条线索 那变成说他手上掌握了那些上街的人 可是那个人不一定有直接违法 可是他现在就是说 我就把这个上街的人我们知道哪一些比较积极的啦 我就直接给他曝光 那直接曝光当然也会造成他生活的不便 因为有一些人 我看到很多就是白天就是正常上班族啦 那晚上就 每个礼拜都固定参加示威这种人很多啊 那如果你被曝光之后 那可能就会造成你在上班啊或者家里的一些困扰啊 我觉得现在就有点这个有人叫说暗网 暗网 就是 以牙还牙啦 你这样来搞我那我以后也用暗网监控我 我刚刚问题概念就是说 台湾即便蓝绿之间有罪恋 从未发生 但蓝绿不会去公布人家家里面 从未发生 卷属子女的学校 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们顶多只是针对说真的有一个警察打人 那就针对那个人 那个人 或那个警察 机构 对不对 现在变成是完全就是 全面 全面的族群的 让他摊在下面 这个撕裂太严重了 而且人跟人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极点了 这就是重点不信任到了极点 我要特别问一下 田努哥今天邀请你来就是 国安情治人员的角度的观察点 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你看 上千笔的个资 如果真的外露 而且包括之前港警的孩子的学校曝光 这是已经发生了吗 他是写数千笔 数千笔 这种事情 一般人做得到吗 还是说 真的是幕后有常见的操控 你怎么看 我这次跟有一些朋友在交谈的时候 他们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香港五十年不变 可是不要搞错 不是不管 所以他整个的一个盘是放在你今天能不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 当然你说的这些情资料外泄 那我这次去特别看到了一点 他们现在有一种AH的技术 AH 这个技术就是说你戴口罩一样 他把你还原 全部出来 所以这些人的资料 你谁上哪里 参加哪一次活动 他全部建立完毕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那就是说你今天 你今天有种 你去上街 你去乱 但是你越过底线 你注意到没有 他自从警政署长换人以后 所有的动作开始 一步一步他告诉你 我这依法行 依法执政 而且越来越强势 在强势当中 他做区隔 哪一些从断金流开始 哪一些属于哪一个派哪一个派的 都分别列好 那你认为港警发生被黑衣人砍这件事情 他引爆的效应会是什么 港警 被黑衣人砍那么晚的时间 怎么会录到这些整个的 当然可能是直接的有那种录像 录像的资料去录到了 公布以后的后果在哪里 所以今天像刚刚那个郭委员讲到 这种的撕裂 这种的对抗已经到了全面的地步 全面的地步可是 当他把少数人列出来的时候就表示他已经在分了 他已经在把你一块一块分开来 分开来对象确定以后 看着办 10月1号以前 所以我们看到830已经有一个收网的逮捕的行动 你认为未来会更多 因为你建党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收集资料 830他抓了9个人 有三个是立法会议员 有议员有剩余人士 资料收集完毕以后 我特别注意到这个 28号当天 中国 中国大陆很慎重的宣布 10月1号所有的活动里面 除了阅兵以外 包括像董建华香港的人士的这个表扬 特殊的这些全都出来了 那他就告诉你 10月1号 他不受任何影响 他要办 可是在此之前 所谓的维稳 你给我稳 你给我看看 所以等于香港这样的街头景象最多30天 你的如果按照10月1号往回推的话 往回推的话 那应该是9月10号以前 大概要清楚 大概要清楚 他10月1号也有邀请十几个钢警 问一下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民政 他就是 警方没有批核准 他们就 好那我们就 在没有合法的前提之下 为了保障大家安全 他就说取消 但依旧是看到很多香港的民众是 用社群网络自动串联上的街头 你认为接下来港府的行动会如何 就像刚天罗哥讲的 会越来越手段明确 或者是更加的 会有暴力升温 没有我觉得港府 大概现在的这个态度就是说 先抓这些头 那这些有些这个 参与这个行动 他是不怕被抓 因为他可能未来 还有一些政治的企图心 所以反而抓了以后 他未来如果参加选举 对他有利的 但是有一些一般的民众 上班族的话 很可能就是说 我虽然支持 但是我的公司并不支持 到时候我不要等一下 连工作都丢了 我相信现在 这个港 香港政府所要做的 大概就是在分 让一般的民众觉得说 我如果不是要从政的 我出来走了这个抗疫的路 到时候不要影响我工作 那没有问题 但会对我的工作有影响的 那我可能慢慢就 不见得会一定会去参加 或者是参加比较和平的 不会去抗争了 那我相信 这些被警方逮捕的 这些 他们大概是乐意被逮捕 就是因为乐意 就表示我 我就是 因为他有其他所求 他大概累积政治资本 那我相信这个他们并不在乎 所以老师意思就是在 因为民众就要选举了 在香港政府的做法就是 也因为这次的集会 尤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具象的 一个中央领导的单位 他之前前期就有很多分民别类 看哪些人可能是 你本来必须要选举的 那你可能就是 就直接逮捕你了 那其他可能不同的族群的话 让你知道 接下来如果你继续参与 会发生什么的事情 对不对 好那我来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香港重视有两位被抓嘛 那主要是因为9月2号的罢客 因为他主导了一个平台啦 听说已经有8000多人已经登网 去登记了 所以这个有针对特定事情 那香港民主党的陈浩天 这个党是最激进的政党 所以他有针对比较激进的团体做处理 那还有一些个别 比如说区域员啊 或者社医各别人啊 那个都是他过去被拍照的 就过去你做了哪个行为 那那个行为已经违法了 所以我现在开始执行 大概都是有个别理由啦 所以我就建国问委员了 8月30号 一口气9位 前后的时间9位 香港前方的说法就是因为 前面不管是建制调查 香港要讲究逮捕的程序嘛 所以时间刚刚好 收网 那并不是针对 什么特定对象要几 举办一个寒蝉效应啊 或者是白色恐怖之类的 但香港民众认为你一次 逮这么多人 就叫做恐吓威胁 白色恐怖 那也有人解读说 逮捕这群人是北京下的一个最后通牒 你怎么看的 我觉得也可以解释成林郑就说他要依法照办 比如说这些人他大概都有收一些证嘛 比如说 黄之锋他就说是三项罪名嘛 可是还是交保 那交保允许你 去台湾跟美国啦 可是你如果留在香港的话 你每个晚上是宵禁 是宵禁喔 那他就严格执法啦 所以我觉得 现阶段还是属于他落实法制的阶段 就是说我已经都存证了 那我就陆续依法照办 所以比如说有人就会看到说有哪些人是 根据什么样的行为被依法照办嘛 那有一些人就会想说那 可能我以后如果有这种行为可能也会被办 我觉得目前是这个阶段啦 所以本来是两方的说法 香港民众认为 这叫白色恐怖 那另外一方说法是 北京的最后通牒前面的预兆 但委员您 您的解释就是 你这两个都是政治解释啦 对 那你认为是林郑元就是依法照办就对了嘛 不然林郑元然后可以解释说我是政治压力嘛 他当然不能这样讲啊 我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要请教一下田斗哥 也是跟情资方面有关 现在网络盛传一个消息说 大陆的国家安全部发了机密文件 给各省的国安厅的反间谍部门 这个讨论很热在网络上面 要求广东省的国安厅跟香港政府配合 逮捕几个美国人士或者是台湾人士 把香港抗争的升温主要原因 就归咎台美在幕后有一些操控 这个消息你觉得可信的如何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家周刊的报道 它里面讲说他接获的是线报 他接获的线报了 可是呢这里面按照他的内容来看 有三个点我必须说明 第一个因为我们以前在外头搜情 主要的也是希望收到中国内部的正确的文件 那你收到文件以后 你必须有能力判断你这个文件的真假 所以看过他的原始件也看过那些造假的件 那这里面比较有问题的就是说第一个 他把背景这些的原因全部在里面混杂了 通常中共内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叫做内参文件 内参文件最主要的都在说明背景 譬如说香港东831这件事情 它的背后可能是谁策划 根据已知的情知谁策划这个 这个东西通常给到有不同等级的人士 来做参考那叫内参消息 但是正式的文件是指示 部门这里面特别注意到一点 反监部门的工作 他绝对不会牵涉到任务执行 叫你反监部门还去做执行任务 还去做策略的打击 反监部门永远是独立存在的 他只有一个任务 我站在外头看香港事件到底什么 好我看完了以后我提出我的建议 要用什么方式去执行不是他 所以这里面反监部门的工作 不会牵涉到任何的任务执行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情报工作 如果说国安天下的 那国安部下的 他不会下到全面去了 所以就天罗哥在情知系统了解了 对岸公文一些真正实质的内容的状况 来做一个判读 这样的消息可能并不是正确的解读 对所以我说如果把整个情况混在一起 谋略策略行动情报指示都在一起的时候 我质疑他的正确性 不过因为引起讨论就是 很多时候北京那些做法会把一些 不管是游行抗争升温 归咎是来自于外力的一个 外部势力一个影响 跟这个报道内容是相符的 外部势力的影响 他下指示他不会下到反监部门 他都是单独下的 处理涉外有专门处理涉外的单位 处理香港人士有香港人士的单位 但是这一次跟有一些朋友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讲到最糟糕的是 他们认为报喜不报忧 而且情报完全失灵 这是他们这次认为最大的痛感在这里 去年的9月9月3日的时候 9月3日的时候处理完了 没有进一步的去做规范 做要求做持续的下去 而让有一些情报报喜不报忧 结果误导了整个大陆中央的判断 反监部门这些活动的文书 怎么样做处理 今天没有请到天都哥 我们一般还真的不知道 回来再刚刚来聊一下 为什么831大游行会如此的敏感 不管是他的时间日期 或者是他们锁定的中联办 都敏感 会有什么样的演变 回来继续讨论